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过来洪福东南村路口 过来这边拍一些视频 给各位朋友看看南村的变化 我现在就由北往南走进南村路 首先就是原来一边的老房子 已经被房产商开发成一个很大的楼 这个楼盘就叫做屯福瑞虎 不用说也是很贵的 左边还有一些旧时流下来的老房子痕迹 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个海洋萌业总队 现在招牌的名字变成了 广东省海洋执法总队 就在我右手边 这个单位也装修得很漂亮 以前就比较残疚些 现在牌子大了门面又漂亮了 这里是南村路29号 这里有一条老巷 叫做赤沙巷 我们这里走进去看看 进来这里应该有一个书法家 你看这部笔字 哇 写到本了 但他又不知道是买的还是自己欣赏的 那你拍过路面在南村就知道 九尺这里就是农村农展 那我印象中南村都是这五十年三十年 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型的社区 那我现在走进来这些小巷 其实四周围都被新楼包围了 包括外面同福东路 和江南大道 和南田路 这些附近 那这些屋 矮矮的 那是两层 那估计就是以前那些村民留下来的 祖屋 那这些屋 估计都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起的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些青砖老屋 那就要走一下看看才知道有没有 那我现在按这个方向走过去 估计就已经走到以前的市义工 就是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工的位置 我看到里面就是我市义工的体育馆 那说起这个市义工 那这家都变化很大 大家都记得市义工以前有电影体的 那这家都电影院拆了 那以前有个体育馆 打完木球打冰冰球 那好像这家又拆了 反正就不断地在那里变化着 那我进到里还可以看到 很留下来一条红砖做柱的两三层旧楼 那这些旧楼都是几十年的历史 那就是那些村民留下来的 那我再往前走 应该就是挖头 三十多年前 廣州很多城中村 比如三棉里 仰基石牌 年星香等等 周边广州市中心范围的 那些村民都有些分红 曾经盛存得最重要 分得最多钱的 又说那些村民 分红的时候 那些钱不是数的 是用把尺度度住 有多高 就有多少钱 那就是三棉里村 仰基村 石牌村 闪村 哈佛河南地这边 年星香 等等的地方 但南村我又好像没有听说分红 分得这么紧 是 那我现在往前走出去 就是南村路 这个 劉里亚卫墙 和大方的位置 是一个 单位 大院 这边 应该是属于海洋 執法 大队的办公地方 那里面呢 就是 他们 机关单位的宿舍 那里面呢 就是 他们 机关单位的宿舍 是人非 因为 很多 村屋 村民的用地 都 荡言无传 令到 被 单位 正收了 发展成高楼大厦 所以 从南村这个名字 你还可以知道以前 这里 是 郊区 农村 我们再往前走 就是一个大工地 那这个大工地 就是 以前 市工 的范围 那 现在市工 很多地方都 被 拆遷 征收了 很快 这里 又 难兑高楼 庭地 起来 这就是赤山分岗 那 这个 石米 岳庄的 鱼区 都是 八口 正在 建设 的 那 已经拆了一半 我估计 很快都会拆掉 你能听到 那些化妆机 声 声 我走这条 小路 叫做全心坑 那 你从这个路名 就知道 以前 一座村庄 我现在走到这里 其实就是 田奸小路 所以叫做田心坑 那 现在 还有一座 阿贝顶屋 有一座青砖阿贝顶 那这些老屋 就好像广州很多很多的老屋一样 有 有 八九十名的老铃 周边 都起了新楼 就是测证 他这座 的青砖阿贝顶屋 这座老屋 无论内部和外边的环境 都变成了 这座老屋 这座老屋 是居民住的 但从每个门口的 牙石门端就知道 就阵时 应该都是属于这座村的 那我左手辨 这座老屋 已经有 十座八丈 九十年代 和两千年建起来的 居民宿舍 所以这边南村的 农田都 没有了 痕跡 基本上都精用了 所以 村民 是成为了 城市居民一部分 那整个南村 那整个南村 那些地 经过这三十多年的 发展 就分割成一筆一筆 四分五年 那唯有这间 青砖老屋 还可以 见证到旧时 这条村的 历史 那我全新方转过来 这边就叫聪美国 那你排个街名 又可以想象 以前 这里 河葱 是 四通八大 那些河葱 都放在 农田 四周围 因为 这些河葱 全部是通珠江 南村 南村路 两边 都是 房产公司 发展了 上来的 商品行 那我右边 就是 富力 朗日 川 富力 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 房产公司 那我再往前走 就是 廣州市第五中学 那这间中学 在本地居民 口碑中都 挺出名的 挺多 子女 都想跑入这间中学 因为 五中 是省一级的中学 所以这附近的 商品房 只是炒那个学位 房价都炒得很高 所以在 中国 又有这个特色 又是一个弊端 不过现在 听闻 取消了 学位房这个 政策 教育 制度又在改革 最近 这一年半载 听说 学位房 已经不吃香 有些地方 还跌到 慘无人道 所以 这些都是 廣州 国内的一种特色 这些楼 已经不是村民居住的楼 已经是 各式各样的企业单位 征收了 之后建的宿舍楼 这里有一个江堡肉菜市场 住在这里 都很方便 楼下就是肉菜市场 我们从江堡市场 穿过来 这边 就叫做 聪美大街 我镜头前 一辣的 小小间矮矮的 估计就是 本地 村民住的 老屋 看现在四周围的发展趋势 不用太久 都是同调被拆签的命运 这边 从大路一转进来 这条叫 聪堂街后房 这边真真正正是 村民居住的老屋 这条小小的 两边都是 很残疚的老房子 很残疚的老屋 那我们走回到大街 好 那我们又转进来 聪美大街 这些环街宅行走一走 后面就是聪堂街 这里 桌子有多高 七层楼高 但是这些是没有电梯的 那是一个楼梯 一路一路 走上七樓,雲你怕什麼? 從沖旁街 又走到輕易里 前面這座屋 就夠了 這些舊屋 應該是解放後建的 1949年之後建的 門前有一個孤寡老人坐在那裏 這些都是 舊鎮市 真真正正南村村民的老屋 有一間私人 有錢重新裝修過的 左手邊就是平房 估計這間都是出租的比較多 住在這裏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租客 但也不排除 繼續有些 老居民、老村民住在這裏 我一走出來 這條大街 叫 以 復夫 北路 幾步之遙 前面 又是一個 新樓館 叫做 歷訊時光里 這個新樓館 我印象中 都是 剛剛建成 4年到5年的時間 因為我看著他打地機看著他起 疫情前應該是 在2017、2018年那時候開始出售 當時賣 都差不多10萬萬一平方 復興後街又 橫穿過去 這些 就是 城中村流下來的 屋與屋之間的 黑手樓 來廣州 市中心幾十公里外 不斷有這些城中村出現 那邊的城中村就沒有這邊 市區中心的城中村那麼值錢 但是 市中心的城中村基本上都 聽入到 居民的 戶籍 不當你是村民的了 這條叫寶樹新街 南村各個路口都給 房產公司 精地 建成 這些 商品房 這些商品房 樓價 你可以想像 一定不便宜 廣州市民 你不是一般 廣州市民可以買得起 我們 過來這邊有一間 德右 行 看看這裏 附近的樓價 多少錢 一個 一個 歷史遜身 時光里 的樓盤 手樓價 拿了一杯真是過千萬元 這個980萬元 軍價都10萬多一平方 那個軍價7萬多 真是過千萬 南村路有些是便宜的 30萬元一方 98平方 3元2公斤 2元2萬元 亦有178萬元 附近的樓盤 軍價都達到3萬多 有4萬多又7萬多 好貴好貴 我左手邊那一棟 就是歷訊時光里 不知道第幾座 正面那一座就是 佳兆劫軍匯相品 它那個位置 原來就是廣州唐廠廠的所在 也就是前進路口 和江南大道交界 右手邊這棟更加早期 應該是90年代 2000年代的商品房 叫做新疆證券大廈 三棟寫字樓 就立向南村口 這裏 是 是 多久 都